本期的主人翁氏 现如今非常的活跃 人气非常高的现役女優干野光 干野光出生于1994年日本北海盗 她在2013年的时候一口歪 专属女優的身份正式下海出道 而当时的她也就年仅19岁而已 由于长着一副可爱的娃娃脸 再加上C cup 如果光从照片上来看的话 干野光很容易就被划分为萝莉系 但其实干野光拥有着165公分的身高 萝莉的脸蛋再加上郁姐的身材 这种难得的反差所带来的压倒性震撼的视觉效果 让干野光一出道就收到了大家的关注 据说出道前干野光曾经在一间美少女酒吧打工 当时好色的她就已经懂得如何去勾引老板和客人 玩一些影片里面才会玩的游戏 至于干野光出道的奇迹是陪同朋友一起去眠 是 结果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发现 于是就要她一起出道 据说当天干野光被告知 那就拜托了的时候吓了一跳 但由于干野光性格比较的 随和被拜托了就无法拒绝 最后就只好下海出道了 没事大家就听个乐 反正和朋友一起去面试 然后顺便出道也是常有的事情 长相可爱的干野光说起来 比其他的女佑都要幸运很多 她在出道的第二年就有机会参 于到电视的综艺节目制作当中去 其中比较有话题性的是 她参加了一档网络电视 制作的恋爱综艺节目 只有今天我辞去了爱维女演员的工作 节目讲述的是 女佑和男人们一起在一个无人岛上面两天一夜 让她们放下女佑的身份谈一场普通人的恋爱 或许通过这样的企划 我们能够一窥女佑们的真面目有 但遗憾的是只要面对着镜头 她们作为女佑的职业病就显现出来了 当然了但野光在节目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 既想当女又活跃在营品前 又想作为女孩子获得幸福的那种纠结的心情 还是相当可爱的 推荐给那些不是粉丝的人去看一下 可别了考外与专属身份之后 干野光开始转成单体企划女佑 尝试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题材 由于是动漫迷的缘故 她接了很多特色片子 当然还不法重口味类型的作品 不管是她去责备别人还是别人来责备她 都演绎得十分出色 但看似计色又变态的干野光 有一种片子她是绝对不接的 就是菊花题材干野光拒绝的理由是痔疮 反正据说她就是那一种很容易的痔疮的体质 没办法女佑也是普通人 至于干野光的初次体验 是在她14岁的时候 当时她怀着想早点为爱鼓掌的想法 把目标瞄准了别的班级 那位已经摆脱了童真的男同学身上 本来以为可以迎来第一次安心的体验 谁知道对方不仅早而且还小 这也导致了干野光的初体验充满了遗憾 虽然之后在19岁出道以前 干野光交往了11个男朋友 经验的人数更是超过了50人 不过她也暗自理下了规矩 任何和她交往的男性都必须先连接 因为她要根据丁丁的大小来 决定是否能成为交往对象 这一定是她初次体验留下来的阴影吧 干野光已经出道9年了 现在她依然都非常的活跃 甚至她还在2018年的业界内部选秀会议上 被三个知名的暗黑导演同时 抛出了希望能够合作的橄榄枝 这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待遇 可见干野光实力是多么的受到业界的肯定 希望她在2022年大方一彩的同时 也可以挑战更多的设定 继续用她的变态和可爱来治愈大家的身心